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发文查禁了北京重金属摇滚乐队军械所最新推出的唱片 Rock City在网络上的视频和音频传播 究竟他们唱了些什么让广电总局紧张查禁 我们来看看报道 这是成立于1999年的北京重金属乐队军械所 在2008年11月出版的专辑Rock City中的一首单曲 我绝不在自己的祖国里赞助 最近这首歌被中共广电总局查禁 此外军械所还有多首歌曲也被定型为攻击国家现行制度损害国家荣誉 要求各省广电局立即通知辖区内网站不得传播这些作品 否则将予以处罚 究竟这些歌曲唱了些什么 让广电总局认为损害国家声誉呢 上网查找中国国内关于摇滚城市专辑的资料 目前网页都已造的删除 据了解 军械所乐队曾经是北京重金属音乐复苏潮流中的一支新军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金属乐队中的核心力量 对此 在中国同样曾经遭受查禁的盘古乐团主唱表示 中共现在什么都怕 这个词也没有怎么样 这本来就是共产党自己要求的嘛 你怎么能到处贪污 老搞些什么贩族五粮业 怎么搞些那个 人民当然需要反抗嘛 你那个毛贼东不是说 哪里有亚富哪里就要反抗吗 这都是实事求是 这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 中共查禁它是中共怕任何风吹草动 连一支就是很底层的那种地下摇滚乐队 受众并不这么大 那经过中共这一查禁一圈传 受众就大了 网络自由作家金楚表示 这些歌词其实都是反映民众的心声 这唱出了人民的这个身心啊 当局就很害怕 所以要想办法封进了 应该是一种对当局一些不良政治的批评嘛 资深媒体人林苍周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国宪法一直声称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但广内总局在2004年颁布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 却提出网络视频经营机构必须是国有或国有控股 虽然今年年初将规定改为只针对新设企业 但规定里面都是人质的痕迹 而且大多数都是倾向于控制言论自由 网络自由作家金楚说 这就是共产党它这个封进言论 它就是这个愚民运动的它的宗旨嘛 不让人民听到真实的声音 如果听到真实的声音呢 那共产党就是一天都待不住了 所以要想方设法来封进人们的思想 来进行精神控制 对于海外拥有的自由创作环境 目前在瑞典就学的盘古乐团成员提到 就以亚洲来说 日本台湾等都已走入民主社会 创作上都能自由表达 没有人会对这个查禁 谁会对这个东西那么敏感呢 有必要吗 这个东西唱一下国家就倒了吗 共产党就完了吗 就表达几句这个就已经就要受到这种查禁 这已经是 所以这个政权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是 到了末日了 垂死挣扎了 音乐时常也作为人们抒发情绪的一种方式 或许就如军械所所唱的 这不应该是生活的模样 为什么没有胆量 为什么你不反抗 或许这也是您心底的另一个声音 新唐人记者吕蒙洪威 唐熙周平采访报道